朋友们 长崇也造重卡了 没错 就是生产鹰派越野车那个长崇 来 我们看一下它全新一代混动重卡 长崇制卡 长崇制卡的这个外挂真的是可以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们可以看到架势是一个非常圆的一个设计 它的这个设计理念叫天元地方 那么就是上整下宽的一个结构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装风面 基本上到脚这块都是一个弧面的设计 而上面也是一个向上的一个流线设计 也取消了导流罩 吸喇叭等等一系列的附件 那种车的风阻在高速行车过程中尽可能降到最低 从而节省车辆的浓耗 这辆长得像机器人班德一样的重卡 真的是简约而又不简单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车灯是一个方形的立体车灯 而这个车灯内部的光源全部采用的是一个LED的光源 主车灯还带了一个矩阵透镜 这晚上的照明效果那不得超过150米了 像这个车上我还发现了许多的摄像头配置 它在前隔山上有一个 在后视镜的镜架上还有两个 那么它的这个摄像头可以照到总车的一个360度的影像 谁说是非常高配了 那么我们现在再上车里面来看一看 看这个把手上还带了一个无钥匙进入的按键 那么紧接着上来之后我们发现它提挡简单的座椅 功能也是非常多了 带通风加热 腰部支撑 阻力调节 等等一系列的功能 变现它的地板还是一个纯平地板的设计 这个车内空间真的是相当之大了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坐进了长城质卡架式内饰 我们可以看到它整套内饰相当的重用化风格 就是长城把它的长年里月做常用车的这些经验 都下放到了商用车的技术上 然后长城质卡这套内饰我们看起来就非常的舒适 和平常我们见到卡车的内饰完全不一样 液晶仪表 液晶大屏 屏内又集成了空调的控制面板 当然长城也将机械按键的空调面板得以保留 为车辆的新穿安全性增添了一分 我们可以看到它车内还有许多科技化的一些配置 比如它多功能方向盘上带了一系列的巡航按键 这款车可以实现一个L2驾级别的巡航 并且它包含有ACC、LKA、LDW等等一系列的辅助驾驶功能 带着像它的档位控制也是一个怀档的操控 手刹也是电子手刹 带了自动驻车和挂车制动的功能 而像这款车工作台上还带有HUD的态度显示 无线充电等等一系列的一些配置 我们再将视野转向握铺去 可以看到它握铺最宽处可以达到900毫米的最宽宽度 而在它握铺下面拆暖有千瓦泥变气 车带冰箱应有精力 不知道卡人们有没有发现这款车 它其实没有钥匙也没有一键启动 那它怎么启动呢 其实和传统新能源车型是一模一样的 给大家演示一下 踩一下刹车踏板 全车上电 然后再踩着车子就可以启动了 Hi-Fall G 这个标语就可以证明 这个车是基于长城Hi-Fall架构下的一个混动车型 那么它混动的配置又是如何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像这款长城质卡基于长城的Hi-Fall G平台所打造 它的这个混动路线是P2加P2.5的一个混动形式 而它的综合马力则可以挑达1050马力 具体是怎么得到这个马力的呢 我们接着往后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它的这套混动系统的走成了 是由一台康明斯X13发动机 加上长城全站自研的一个八档DHT变动箱所造成 那么像这一套动力链也是被称为 混动时期的一个新的黄金动力链 在商用车行业这可是独树一帜的存在 而且它的这个发动机是一个康明斯X13560马力的发动机 而它的这个DHT变动箱则是采用了两个油笼的点线电机 它单电机功率是180千瓦 然后我们加起来这个综合马力就可以达到1050匹 像这套动力链是有一个三勤八档湿膜的一个优点 那么三勤就是像我刚才说的 三个引擎它是可以同时发力的 这不嘎嘎有劲吗 八档就是它的这个全站自研的八档DHT的变速箱了 而石膜呢我给大家来再解释一下 就是说你想要车马力大又想让它吃的少 这个既要又要的事放别的车上是实现不了的 但在长生质卡上它是可以分分钟轻松实现 这点归功于什么呢 归功于它的这个全处自研的一个电控系统了 这款车自研的多合一控制器啊 有着更加先进的算法 也就是有个聪明的大脑 知道什么时候单电机介入双电机介入 比如说像大油门的时候啊 双电机就会跟着介入 削风填谷 确保车辆不仅动力更大 油耗也会更低 除此之外呢 发动机与电机之间的动力比例协调啊 实现了更加精准的十种模式的匹配 从油门深度当前路况等角度来判断整个的动力需求 更准确 更节油 这就是它的实模 像它的电池呢 就布局在大梁右侧带有了一块装甲的防护 可以说细节做得非常到位 并且呢 它的电池是一个三元锂电池 而不是零酸铁锂电池 有着更高的一个能量密度 像这三元锂电池呢 它的容量是13度 可以带动整个环动系统来使用 车辆一些大功耗的情况下 这个电池就可以拍上应用场 其次呢 我跟大家说一个这个电池的优点 就是它可以直接带动车里边注册控调进行工作 我们在晚上停车的时候 开上十个小时 这个电池都是没有问题的 像长生质卡这款车呢 定位的是一个长途干线物流运输 那么既然是长途运输 所以说这车上就有许多深攻于长途的一些配置了 比如说850升的超大容量油箱 小速比后桥 全车免维护轮端 轻量化设计 以及气躺悬挂等等一系列的高端配置 这辆车应有尽有 为它的长途能力进行了更高的赋能 那么开友们 你们喜欢这辆卡车界的机器人班德吗